剛才辦理頁的第一題 這個應該可以很快把它講完 看前衣這邊總共有幾項 三項 後面這個呢 有四項 所以請問你總共展開有幾項 這個應該簡單吧 乘一遍 乘兩遍 乘三遍 乘四遍嘛 對不對 它每個乘項相同的東西 所以答案呢 第一個答案就什麼 答案就有三乘四 總共幾項 十二項 這個我想應該簡單 那下一個他問你是問你 PQ的那個係數是多少 PQ項係數 誰是PQ項係數 PQ 不想說PQ P在這邊 Q呢在這裡 好 所以答案呢 其實也很怎樣 看前面係數就好 就負三乘以六就好 所以答案是負十八項 OK 可以啦 好 再來下一個 那CR項呢 C在這邊 R在這裡 那這裡四 所以答案就五四二十 會啦 所以我想說應該很簡單 那個比較難的 我先講一下 比較難的無非就是前面有X 後面也有X 然後呢 他的所出現相同的那個四方的呢 還不只一下 那就比較複雜一點點 這等一下可能會有一個平衡在這裡做 那這個塊應該是很簡單的 這個我想交代吧 OK啦 OK 好 這個也看一下 對呀 對呀